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话是没错 我们尽量抽空陪他嘛 可是他也不能老这样缠着我们啊 对不对 每天都黏着我们 那这样好了 你长的时间跟爷爷讲嘛 可是 你要很婉转的 不能伤他的心哦 好不好 好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会好好地跟他讲 我讲话的艺术是很高超的 对不对 我要好好地跟他讲 不要让他伤心 也不要让他难看 好不好 你相信我吗 好 我相信你 那现在我婉转地跟他讲了 好 你等着啊 喂 你怎么每天有床不回去睡 都睡到我这里啊 她是我老婆耶 你... 你要不要抱孙子啊 不是要我上午后伟大耶 这点你都不懂啊 我知道啊 可是我很寂寞嘛 那你有自己的床 为什么不回去睡 每天睡到这里 你根本睡很害怕的 不知道吗 你睡在这里我更害怕 你回去睡啊 那好吧 看都流鼻血了 太虚了 回去啊 你出了一个人睡啊 对啊 很寂寞耶 你不是回去的可怜吗 走回去 喂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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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是我老婆 你带回去干嘛 那我是我老婆耶 年纪这么大了还会流鼻血 是想看看而已啊 看什么看啊 不是这样 再把她... 我站在这里看可以问 怎么可以看 好可怜 好可怜 我觉得她蛮烦的每天都缠着我们 这个也不是方法 你不觉得吗 说得也是 那这样好了 君光 你找个时间跟爷爷讲一下好了 可是你要很婉转的 不能伤她的心吗 这个我懂 你知道我说话的艺术了 对不对 我会很婉转很温柔的跟她讲 不伤他老人家的心 你放心吧 好吗 好 那我现在去跟她讲啊 好 要很温柔的跟她讲 好温柔的 相信我 喂 偷把掉 偷把掉 偷把掉